今年10月,有圈内知情人爆料称唐一新确认怀孕了 但是对于这条爆料,当时张若云、唐一新均没有回应 12月16日,有媒体晒出唐一新的近照 她现身三亚,小腹隆起,和父母一起悠闲逛超市 疑似打算与父母同住三亚安心养胎 当天,唐一新身穿宽松的休闲装 搭配一条阔腿牛仔裤,戴着帽子和口罩 唐一新跟着父母一起挑选商品 在唐一新手拿一商品端详时,忍不住一手撑腰 腹部明显隆起,韵味十足的样子 选购好商品,一家人走出超市 这时的唐一新特意拉紧开山,双手护住腹部 看着唐一新这腹部隆起,获惧韵味的样子 大家都忍不住想送祝福 但是具体如何,还是要等官宣,做等喜讯啦 听过娱乐本体报道 近日,斯嘉丽约翰逊再度主持某节目 在现场,斯嘉丽还公开发唐了 她在开场独白的最后,表白了未婚夫 节目的编剧以及新闻主播,福克林·乔斯特 斯嘉丽约翰逊说道 这里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很多 我交到了很多朋友,还遇到了我的一生所爱 她还在现场对未婚夫拥抱,亲吻和抚摸 两人的互动简直是甜蜜暴击呀 斯嘉丽与其未婚夫福克林·乔斯特 两人已经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 今年5月份时还爆出了订婚 在今年8月份时,斯嘉丽约翰逊还和未婚夫福克林·乔斯特 现身纽约汉普顿斯海边度假 斯嘉丽身穿着蓝色的比基尼 露出了后背的纹身,十分漂亮性感 两人在沙滩上想拥撒狗粮 真的是让人十分羡慕了 美国娱乐整理报道